他这个头盒坏掉了 就是说他虽然当到那个位置 但是我们所期待的促转会 它是源自于一个对民主深化的中心价值 其实我这个选举也一样 我一直觉得说 大家不要让这些 这些旁之细节所左右 大家要回到说真正我们到底要实现什么价值 像转型正义 这是一个我们要彻底告别旧时代的价值 那他如果搞不清楚 他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来介入选举 那他当然就要去职 我也不认为民进党的其他人跟他的想法是一样 那他想指挥立委 那更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人你认识吗 他的角色 是那他甚至可以大啦啦的讲说 他对主委黄黄雄他不以为然 他凭什么帮我们定位 这些感觉上内讧 因为促转会说出来促进转型正义 这是蔡英文主政以来很重要的一个单位 纵使有人讲说违线黑机关等等 真的不管 黄黄雄说他既然做这个职务 他也不管这些东西 那可是促进转型正义 转递出来当然会染上的阴影嘛 其实就是他本来要除的够 就自己生过 那当然就是这个促转会还有 主委他也道歉了嘛 那我觉得我觉得他们要面对 就是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那我其实是觉得台湾社会 他要面对这个事情 他就是他的破坏性 他对选举的影响 我觉得对几次 他对转型正义 正义实现的影响才是重要的 那这不可否认 他这样的一个言行 已经让这个机构会 会大家会有不同的想象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因为他们要是会议 这个过程我不晓得 那我希望促转会也把这个过程 能够调查清楚了 好像昨天 黄祖认委员他已经需要调查清楚了 那调查清楚跟预设会来报告 那我是认为 除了调查清楚之外 那他真的是需要一个 一个重整反省的过程 是 比如说这样子 我促进转型正义 我认为 那我在我的政治信仰里面 他是很重要的价值 而且我希望他能够 不受干扰的 那非常公正的 而且是迅速的 赶快让台湾摆脱 这个转型的阴霾 台湾这个转型正义转太久 转太久 那转的过程 现在又染上选举的因素 又染上这个个人大方厥词 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应该的 嗯 心转太多了 稍微转太多了